大家好,DC9有多黑香港人憎恨,我相信不用大家說 本人日前帶貓去絕育的時候,都遇到一些不太愉快的事 但不喜歡DC9,說不喜歡DC9 但這次這件事,不知道大家會怎樣看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試過乘車後才發現不夠錢呢? 以前小時候乘巴士試過 但後來還是沒事,跟我司機求求情 下個站也沒辦法 但如果坐的士不夠錢又怎麼辦呢? 這次的影片不知道大家覺得誰適合誰錯呢? 我們先去片 沒有,你走了,我不回家 我不會 你個個都說不會的 我免得走出去,老人家 當然不行,個個都說不會的 你開開電話 我打電話叫他開門 那我幫他打 我上去,3分鐘 我真的要等一會 好嗎? 沒得這樣 三分鐘 不是三分鐘的問題 你不下來,我怎樣找你 我不會不下來 每個人都說不會的 你現在打電話,你現在不明白 你現在打電話可以 我試得多 好嗎? 真的嗎? 我上去,3分鐘 當然不行 哪裏有得這樣 什麼都不放低,大哥 身分證又說沒有 胡大師會正出街 真的嗎? 好啊 那你也要放低電話 我要打電話上去叫他開門 我給你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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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說沒有電話 我給你電話 我放這張銀行卡給你 我給你電話 我不行 銀行卡值什麼錢 你報室也可以 我給你電話 你叫他下來給錢 你先按停電話 你叫車 你知道我叫車嗎? 你叫車也要給錢 我跟司機說好了,然後上車就不用煩 你可以下車,我沒有勉強你 換一張卡你就打電話 三分鐘 不是三分鐘的問題,每個人都是這樣的 每個人都說等一會 每個人都會走路 你不要說三分鐘 你不用說原本,我沒有勉強你回答 我開門給你下車 真的三分鐘了 三秒鐘都走了,三分鐘 三什麼分鐘,你只要放下 你相信我三分鐘 鎖了,你開不了 你相信我三分鐘 信什麼來,報警 我叫警察站在那裡,我相信你 怎麼相信你 每個人都說信的 憑什麼信你 好,那條片就來到這裡 不知道下集是怎樣 其實這件事,的士佬沒有做錯 我自己看這傢伙,很明顯想搭白黃車 這個司機都提供了解決方法 你一邊留電話,一邊留身份證 其實我不明白他被打電話叫人下來 為什麼你現在打就行了 你現在不是打給老人家 你現在打給他說 我現在在的士帶在哪裏下 你來開門 其實我不明白他真的在那裡 現在司機都說我給了電話給你 因為大家知道的士拿很多電話 他給一些可能不值錢幾百元 他那條電話,司機不相信 你放下iPhone 因為放下身份證 他又沒有帶身份證 這個理由其實也不充分 因為根據香港法例 如果你不帶身份證出街 被查查到 其實理論上 雖然沒有觸犯法例 但如果警察要玩你 其實玩到的 因為其實你警察要查身份證 正常一個成年人 不帶身份證出街是很麻煩的 大家知道 我覺得如果我是這個的士人 應該是報警的 應該是報警最好 就是等抄禮 因為其實你現在不帶錢 你現在不帶錢出街搭車 只是壓支壓座 那他的說法就是 一開始他說他叫車 然後上錯車 其實正常這個理由非常牽強 對不對 你叫車的話 如果你明知道車是錯 你照照上 其實你會對叫那輛很不公平 是不是也很麻煩 而且的士人都說 當初他開了門讓你下車 他知道你上錯車 你自己不下車 才是你自己壓支 即是甚麼都沒有 我覺得這傢伙 我自己會偏向這傢伙 擺明是白狀 就算他不是真的想騙他 這個行為 其實你也是沒得說的 我不管你是甚麼 這個理由太不充分 電話又不留 身份證又忘記了 但我強烈建議這個司機報警 你一看就知道 還有我一看就知道 這傢伙不是好人 他的樣子 看樣子都像蛇頭鼠眼 閃閃閃閃閃的 成有甚麼衣服 說真的 你這條片 這條片也有剪刀 你看到 你這樣浪費時間 都不止三分鐘 而且的士司機是不需要停標 因為你現在只是 用著他的車 你是乘搭著他的車 所以他還要繼續跳標 那就是這樣 好了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試過 現在乘搭的士不夠錢 會怎樣呢 是不是 我就沒試過 但我那個司機也算是這樣的 你忘記 你可以放下電話 放下身份證 他不是說 他不是說一夜就報警 拘捕你 那整件事就是這樣 我們今天就分享到這裡 觀眾歡迎留言 我們下條片見 拜拜